究竟是跑车跑的快还是直升机飞的快 一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直升机却突然失了空 地面瞬间烟尘四血 黄沙一片 这是一场十分刺激的直升机模型大赛 首先登场的是阿布 他带着还未完工的飞机急匆匆的跑过来参赛 阿布表示 这飞机的性能我已经试过了 无敌好吧 直升机缓缓的升了起来 他一个哆嗦 尽力的稳住机身 但气流的波动让他左右的摇摆了起来 一个左换 飞机在地面疯狂的打起了摆子 零件也都各自的跑了路 这就是无敌啊 无敌分身吗 紧接着登场的是老爱的贝尔206 这是一架轻型多用途直升机 老爱话不多说 他一个下沉垂直的升到了高空 来个360度绕转 再90度向右 哎哟 飞机瞬间直离破碎啊 这是螺旋桨打到鸟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慢动作回放 这应该是螺旋桨打到尾一了 老爱沉垂散的提起飞机 这一年的退休金又没了 老汉拎着他的MD500自信的登场了 这是因为动力太猛了 机身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他一个右偏转头的飞上了高空 先来个绕场活动活动 经过 这什么情况 你是失控旋转啊 老赛的贝尔更是离谱啊 还没有起飞就冒起了阵阵的能源 好不容易升了起来 又垂直的砸了下去 飞了飞了飞了 老赛的飞沙造型的直升机 有点炫酷啊 据说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还通过了各项指标的测验 得出来的结果让人相当的窒息啊 废话不多说 起飞起飞 他一个加速飞快的冲上了天空 撤速度有点猛啊 垂直爬升 也十分的轻松啊 快速俯冲啊 不在话下 左右直转 家常便饭 这机动性也太强了 他一个回环 来 再给大家秀一套高难度 啊 没能拉起来啊 这可就亏大咯 看来这纸上谈兵还是不靠谱啊 到底有没有一架直升机能够秀翻全场的 我只能说 别急 狠货还在后面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不 话音还未落 老乔的直升机被砸了个稀碎 安尼的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一个翻转 机身失控了 直升机在地上疯狂地抽出了起来 旋转了好一阵啊 才冷静了下来 阿诺的飞机呢 秀倒挺秀的 但好像有点秀过头了 巴里的也如出一辙 一波操作猛如火 仙女散花就为你服不服 这也太惨烈了 看到前面的选手都这个鸟样 大胖有点慌了 他的阿古斯塔AW109可是花了大价钱整来的 干吧干吧 来都来了 有啥好怂的 你们看看这细节 难怪一直在说贵 这是要把人放下来救援吗 把救援的人放了下来 然后朝得远方奔去 这飞机的稳定性无话可说 像这种稳如老狗的大货 降落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能说很稳但不惊艳 大胖得意地跑了过去 一把抓起来躺了许久的医护人员 回家回家 咱跳广场舞去咯 巴特这样SA139看去价格也不菲啊 他一个蜻蜓点水 升到了半空 这螺旋升降秀得很娴熟嘛 绕场速度也相当的快啊 哦 车还拉起了白烟啊 他一个补充将烟雾洒满了整个赛场 氛围拉满好吧 现场也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不错不错啊 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对老冤家 一位是看不起战斗机航模的柏尼 另一位是看不起直升机航模的比尔 今天啊 他们想来一场同台竞技 F16VS阿帕奇 看看到底谁更强啊 比尔不想废话 他控制了F16快速地冲向了高空 阿帕奇也开足马力 飞升了起来 F16一套同滚之后 紧接着又是一招汉币拔冲 阿帕奇也不甘示弱 想来个筋斗压压筋啊 但动作略微小了点 没能翻过去 速度翻面呢 就更加没有可比性了 可能也就平衡性上 阿帕奇稍稍站了一点上风啊 其他方面怎么比啊 拿头比啊 来看看降落怎么样 F16也并没有让人失望 倒是山山来迟的阿帕奇啊 娘娘腔腔了起来 这结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显而易见了 小胖已经等不及了 据说他的米8直升机 单单改装方面 就花了几万刀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表演 这飞起来的感觉还是很平稳的 没有任何的幻动和卡顿 速度翻面呢 也很快呀 看来改装在动力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啊 高空掠火 还原感十足啊 但你说花了几万改装 套也没看出来有多劲爆吧 米8一个盘旋倒转 远路返回 哦这是配备了实弹射击啊 有点东西啊 他一套螺旋升降继续朝着地面突突突突突突啊 我看出来了 你这几万刀是花在武器改穿上了啊 我说难怪这么自信呢 看到这情形 波文就人家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他的贝尔菲兰啊 也是要展示这项技能 但可惜的是啊 他只配备了两发弹药 实在是有点不够看的 卡尔的AHL也展示了一番空中火力 这设计的感觉啊 我个人觉得比米8要真实很多啊 直机动性比较中规中矩吧 气氛已经轰脱到这份上了 奇野的贝尔四奇正常飞行显然已经不够看了 为了让观众饱饱眼福 查理把他的MD500也拿了出来 他拉动引擎 直升机快速的升到了半空 朝着贝尔菲奔而去 你这也装备了弹药啊 只见他连续的发出了树莓飞弹 引着现场观众都惊呼了起来 接连不断的射击啊 让他的动力也喷起了新火 查理才不管那么多啊 等他确认贝尔已经被完全激落后 才缓缓地降落了下来 这针枪实弹的干战 术师赚足了全场观众的眼球 但他俩的私人恩怨 估计也就此结散了 一阵呼啸过后 阿道开着他的跑车冲了出来 你这是要跟直升机比拼速度啊 约翰则驾驶着贝尔TAH1在空中待命 两人同时加大马力 这明显是跑车的速度更快啊 阿道迅速地冲到了终点 兄弟啊 你这不行啊 他兴致勃勃地准备下车庆祝 但约翰驾驶的飞机突然失去了控制 坠落了下来 地面瞬间黄沙泥漫 烟尘四起 你这不得凉凉了 不过据说啊 约翰也并没有受到大伤 有惊无险啊 那么你们更喜欢哪一架飞机呢 欢迎留言点赞加订阅 多的话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比赛 拜拜